求职的岗位 我想再追问一下 你写的主播和配音 其实在你刚才的履历当中 没有听到过往的经历 没有相关的作品 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 可以做配音员 或者是可以做主播 这个理由的话 是我内心的一个真实的答案 可能对于企业家老师们来讲 会有一点点 有点空 说实话真的是从兴趣出发 我希望我干的任何的事情 是从我的兴趣本身出发的 我会更加有动力 而且这种动力是一种自屈力 如果说你今天确实奔着 我们公司来的 那首先应该了解一下 有声作品的主播 还有就是做配音演员 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你要去听一些作品 甚至你要尝试一些作品 我才能判断说 你能不能应聘这样的岗位 对喽 好的 你有带来这样的作品吗 没有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我又不想让杜远志失望 这样吧 我们就考察一下 他的即兴的一个表达能 和临场应变能 这么刺激吗 这样假设你还是婚礼思宜 你现在要为一对新人 主持一场婚礼 但是双方的亲友和家人 对他们的婚事 还是有一些看法和不同观点的 但是没办法 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也许会发生这样 那样的意外和小插曲 你会如何应对 先帮你选主人公 来 有请许磊和郭兰 许磊来 雷哥 许磊 那我也就请请再现一下 这种其实也叫做 请请面试 能够即兴地让他去 救他的专业方向 去做一段即兴的展示 好 新郎 新杨 请四目而视 相对而立 面看对方 身轻狂狂地望着对方的眼睛 我们都知道今天 徐磊先生 郭兰女士 他们携手走向了 属于他们的婚礼殿堂 我们把篮子拆解 上面一个山 底下一个风 让我想到了一句话 叫做 我想找个如你一般的人 如山间清爽的风 如古城温暖的光 从清晨到傍晚 从山野到书房 只要最后 那个人是你就好 徐磊先生 你的名字 也赋予了郭兰女士 爱的定义 磊 就像石头一样坚强 坚韧 也预议着你们未来的感情 那你为什么不说 石头是没有智商和情商的呢 预示着 我们郭兰婚后 要跟一个没有智商 情商和逆商的人 生活在一起呢 大卫你乱讲 听不下去了 石头也是宝石 你这个石头很特别 有两面性 第一面是足够坚强 代表着情笔金坚 坚如磐石 第二面 就像大卫老师说的一样 这块石头没有智商 没有情商 也没有逆商 为什么 那我们本来 为什么要嫁给他 还要磐石是二婚子 还带俩孩子 来 老舅 听我说完 老舅你别激动 有你说了 听我说完 老舅你别激动 我不同意 老舅你脑也算刚好 你别激动 还问我就要裁 你看给我们老舅戏 都站起来了 来 请现场的好朋友们 安静一下好吗 我相信你们表达一份专注 保持一份安静 对于他们婚礼 都是一次最好的祝福 征求过家人的意见吗 我他大救 他大爷在这呢 是这样的 今天是你们结婚 我只问你们一个问题 此时此刻你们 愿不愿意 和对方携手走完 幸福的一生 当我数到一 如果你们愿意去大声地 回答那三个字 我愿意 好吗 我愿意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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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快点 过来 过来 这人生在最悲惨的结婚现场 太拆台了 主持人这忽悠他 他掏钱请的 他请的 是吗 对对对 他好圈套 他回来了 你干嘛 你有什么事吗 你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吗 你说 有话说 你有话说 前请我 我有义务 要让他回答一下的问题 新娘 此时此刻 你是否愿意接受他的爱意 在以后的生活中 考虑一下 风雨同行 我觉得我们选手 做得挺好的 对 过来 我是你前男友 今天就是 我来抢你的时候 真的吗 不要答应他 我不愿意 以后你的幸福 我给你 昆仑 这活儿咱不接 这全部咱不撞 昆仑 你就会被 被南方家人打的 我觉得最精彩 应该是杜远志 他最后这个加入我 真的 这个剧情 没有十年脑血栓 这编剧写不出来 但是我要给我们 全手点赞 我觉得表现很好 全手做得确实不错 一点都没慌乱 其实跟那个 昆仑近距离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眼神 微笑和他说话的语气 让我觉得挺亲的 然后他一时之间 就把我跟蕾哥的名字 给拆开了 就不管他说 拆得好也不好 在那一刹那 我觉得 我还有点感动了 我怎么感动 先这样问一下 导演组有提前 把我们名字告诉你吗 没有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 是这样的 大卫老师 我真的刚刚 我的内心五味杂陈的 就是刚刚那个 简直是我有史以来 见过事故中的事故了 就是现场真的太乱了 其实我觉得 作为主持人 这个已经属于 真的是我怎么拉 都拉不回来了 因为现场已经属于暴动了 这个时候可能是 你怎么圆 大家也是不会听 我说两句 你在前面能够把 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拆字 并且赋以一些唯美的 忠贞的一些定义 我个人是给你打高分的 你呢是零准备 几乎是现挂 你这挂得挺好的 证明他的修养 还是蛮高的 要不然很难的 那么迅速地 把那个蓝字拆解得 那么美妙 对